接过了 三倍券预估开跑 台南市长黄卫哲 在化身最强推销员 压线公布加码 就抛出抽千万豪宅 整个单 不惜血本 房子跟车子都会列入 我们台南市的 这个消费的抽奖 五指登科里面 已经有两指了 孩子的部分你要自己升 接触抽豪宅 就是要把钱留在台南 各大饭店也推出大奖 最高档的中红套房 大家会觉得很不容易 亲近的房间 但却是把它拿来当作奖项 只要满五百块 就可以得到一组续号 那就有机会抽到 林志玲住过的洗房喔 林志玲姐姐新婚套房 全部搬出来 业者夏蒙耀 还推出限量满一送一方案 电话立刻被打爆 刚好入住 然后就发现 7月1号开始 有振兴券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想说我等一下 要赶快来抢了 而除了台南外 其他县市也纷纷加入 抢客战局 像是新北市单笔消费满两百元 抽特斯拉和iPhone11 学生消费满三千元 再加码抽iPhone AirPods等3C大奖 台北市使用敬老卡 爱心卡和高中职学生身份 都享有B3000 领3000的优惠 桃园市把三倍券变大 两百元振兴券 可以换到额度四百元 桃园夜市券 高雄市只好登陆发票 周周抽黄金 月月抽汽车 地方政府带头冲 各大业者也加紧脚步 推促销 抢供国旅市场大并 环宇新闻 陈妍卫黄佩涵台南报导